油价跌破90,各大机构态度不同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6月初以来,石油价格已经下跌了25% 从一周跌幅来看 布伦特10月原油期货累跌8.7% WTI9月原油期货暴跌9.74% 然而被称为大宗商品牛市起手的高盛表示 最近布伦特原油价格下降 是由于低流动性和越来越多的担忧而造成的 包括对经济衰退 美国天量、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 以及俄罗斯生产复苏的担忧 高盛指出 这种创世纪的高溢价 布伦特原油价格的新一轮暴跌 以及当前处于极端低位的原油现货溢价 都可以归咎于不断下降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 高盛表示 一旦上述的这些负面冲击都结束了 那么油价上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而且近几个月来 原油市场供应短缺的程度仍然超过我们的预期 油价上涨的理由十分充分 原油市场供应短缺的同时 需求却在大增 高盛称 跟踪的原油市场需求远高于预期 其中航空燃料需求增加 汽油需求疲软 工业燃料需求涨势强劲 此外高盛也指出 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零售油价的干预措施 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尽管高盛认为 燃料零售价格与不油期货价格之间的差距 将依然大于预期 但高盛也预计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将远高于市场远期价格 该行将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分别下调至 110美元每桶和125美元每桶 此前为140美元每桶和130美元每桶 2023年的预期维持为125美元每桶不变 但市场上也不乏很多畅空油价的机构 花旗是华尔街第一家看空油价的大行 在7月10花旗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就在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出现衰退 并且欧派不进行任何干预 暖周期内石油投资下降的情况下 油价在年底前可能会跌至65美元每桶 到2023年底货降至45美元每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